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一个好的翻译软件 按约定 把下载的网址给他 他居然想不起来他到底长得什么模样了 诸葛明随后问他 晚上请你吃饭 华夏城篮球馆对面的海鲜馆 来吗 诸葛明刚说出口 就后悔 因为他在一篇网络文章上看到的 请女生吃饭一定要干脆 要命令的口吻 显得有主见 会玩会吃 才搞得定 但刚刚向李苏珊发出的邀请时 最后一个来吗 居然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不就显示了自己的优柔寡断吗 哎 李苏珊坚定回答 谢谢邀请 不过晚上我已经约好 另外找个时间吧 最好周末的时候 他说出后感觉直接拒绝宴请 有些不礼貌 就追问一句诸葛明 你星期天都做些什么 上午我睡懒觉 下午看书或者看球赛 你不去教堂吗 一个大多数美国人周日都去的地方 诸葛明马上领悟到 李苏珊要传教 他回答 我不去 教会如同一个传销组织 你如何这样说 对宗教充满了个人偏见 李苏珊眼睛圆睁地蹬着电话筒 他认为这是对上帝的亵渎 可能我的话会重伤你 但对照传销组织的定义看 以天主教教会为例 他们搞的就是传销 而且高明的是 他们传销的虽然不是商品 而是对人的全面控制 有了这个全面控制 教会利用上帝 用精神换金钱 无本而万利 你这是在诋毁基督 我的上帝 李苏珊简直要跑过来打他 我这是作为一个智者分析宗教 当一个人相信了上帝 他为了上天堂 必须购买上帝提供的产品 同时他要想方设法 推销上帝的产品 找到更多的下限 越多上帝就告诉他 上天堂越有保障 你如此看待天主教 不可思议 本身是天主教徒的李苏珊 诧异于诸葛明的奇谈 语气里夹杂怒火 诸葛明不知从哪里来的情绪 故意在威严耸听 他心里对李苏珊抱怨 为何你这么美丽 但这样晚出现在我的面前 你为何对基督有负面认识 李苏珊不甘心 追问道 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 一个卖保险的经纪人骗我 他拿了我的钱 但没有把钱交给保险公司 我出了小车祸 他办理的保险没有生效 让我自己花钱修车 这完全是他的责任 而他是一个十分虔诚 和活跃的基督徒 你不能以偏盖全 但从他身上 我看到佛教跟基督的差异 和尚的目的是劝人向善 要做善事 至于最后你能否最终成佛 要看你的修行 你要内心和行为都善良了 上帝的逻辑是 你先要信我这个神 至于你以后能不能向善 能不能改好 以后再说 只要你不信我这个神 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是白费 反过来说 你只要信我这个神 即使你是个恶棍 干尽了坏事 也照样上天堂 做了坏事 晚上忏悔一下 明天接着做 死了一样伤 不是这样的 美人在电话那头笑了 但听起来 他无法批驳 诸葛明的偏颇 那个保险经纪人 一次在教堂上做见证 说他如何对上帝虔诚 和对别人诚实 刚说完 下讲台的时候 就落脚不正 重重跌了一跤 把尾骨给弄骨折了 你看 上帝都不信他说的 有机会 你去上我们的教堂看看 很值得你的时间 好啊 你在传教了 诸葛明没有答应 自己也不后悔 反正他要冲撞这个女人 以前对其他的漂亮女人 爱着护着 舔着 哈着 并没有好的结果 你为何对基督这样反感呢 我对基督反感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它不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多数时候 就是一片人的烟幕 它的首要功用 不是劝人向善 而是党同伐异 你这是对基督的侮辱 美人对诸葛明的偏执之词 真的生气了 你这样说话 我不会再和你见面 除非你答应我 一起去我的教堂 就在离我住处地方不远 诸葛明放下电话 问自己是否对基督的评论 过于刻薄了 他觉得 圣经的确太繁杂 刚来美国的时候 去小学生的教室参观 上面挂了三句话 就可以代替圣经 所有的教导作用 三句短话就是 善待他人 尊重他人 和诚信他人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对待他人 世界不是非常美好 但是这三条非常难以做到 尤其在华夏的时候 周围很多人都难以做到 对他人友善 尊重和诚信 人不如他就恨他 人超过他就傲慢 人和他差不多就排挤他 刻薄的评论 让李苏珊有主通约他的计划 诸葛明一头扑到床上 感到李苏珊用中文说话的 语言语法语风 没有受华夏体的影响 这种华夏体的表达方式 诸葛明认为 是影响华夏人流利说话和创造力的 因为唐诗诵词 虽有意境 但过于简单 西后语和俗语 如同中医药方 来自经验 但一无逻辑 二无科学根据 毛氏语言 属乡野村芒 迎者通吃 汉语后来几乎被他的语路体绑架 李苏珊给他展现 中文说话的一种新方式 这是一种融合 他用英文的句式 中文的词汇 和乐高积木般的结构 创新出新的中文文体 诸葛明又看到桌子上 那两只翠绿的苹果 毫不变色 可怕 自从汤姆在平津向雷鹏和他的情人 程曼君介绍了高格森公司的并购计划后 高格森公司这个品牌 让程曼君倍感亲切 因为这是一个可以给他带来大把真金白银的品牌 在宋慧会所附设的暗角房里 程曼君为雷鹏是否认识现在 康托沃德金融公司驻华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唐三行 你网上查查不就行了 我见过他 去年开研讨会 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 雷鹏烦躁地换着电视频道 程曼君马上拨弄他的手机 这个人看起来接近六十岁 戴着金丝挂钩但无框的眼镜 瘦骨临寻 看起来小时候营养不良 现在即使大鱼大肉 也只能在额头和鼻头上增加些许油光罢了 程曼君笑道 和你一样的凤凰男 生于农村 当年来平津上学挤的是绿皮火车 车头冒霉烟 十几年前鞋底塞了一百多美元 坐廉价的韩国航空去美国留学 你总是以貌取人 人家刻苦努力 上的都是美国一流大学 什么一流大学二流 有钱就是上流 没钱就是下流 雷鹏倒是不生气 本来他也不要求自己的女朋友 一流大学毕业 但面貌和身体必须是一流 你年轻貌美 文章却写不出来 记得他上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在华夏 香港和浅堂的财经圈子有很大的话语权 雷鹏按电钮呼唤服务生进来 添茶添水果 而后告诉他们一小时内不要进来 陈曼君卖乖地笑道 我年轻貌美就是文章 你写就行了 雷鹏说 与外国公司做生意这种事情你做起来 我们恐怕要至少半年不见面了 单位管理太严 又有很多羡慕嫉妒恨者会举报我 你以后就在金融街待着 我也不会去看你 看你紧张的 陈曼君不屑地说 你还想当总理呢 就你这胆量 雷鹏有些不高兴 干脆让按脚师傅也都撤出去 低声说 此人以前 在另外一家美国金融公司 驻华夏的办事处 做过首席经济学家 他在华夏的业务活动都被人盯着 前几年 他从2002年开始唱衰华夏的国企 唱衰华夏的银行 说呆账 独账 坏账很多 其实他掌握的证据并不多 但他利用话语权可以造势 政府国企公司采取系统性 结构性的保护政策 国企的股份不能外卖 不能卖给华夏的私人 但他到处做演讲 说国企的股份 尤其银行的股份 卖归美国大投资银行是最佳方案 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 他的观点 非常受高层的欣赏 因为领导人希望国企受国家控制 不能被私人稀释 私有化也不符合国家的性质 不能被华夏的个人拥有 但可以由花街的投资银行拥有 和世界接轨 华美联姻 当然 外国的投资银行 只能占低于20%的股份 由于他和其他的专家说华夏国企债务繁重 资产不良 外国投资银行就有理由把他们国有企业 尤其银行的股价 在最初上市时被压得很低 压得非常低 他操盘的几个银行上市交易 让他们公司赚700多亿美元 在香港和纽约上市的时候 他代理的美国好几家银行套取巨大的利润 对此 华夏金融界对他的印象很不好 陈曼君有些明白雷鹏的分析 恍然大悟道 对了 怪不得 汤姆说这次不让这个姓唐的出面 让其他几个金融专家走在前面 雷鹏蔑视他一下 说 你再搜 这几天的金融新闻 就搜高格森公司 陈曼君对着手机念起来 崔万年 康拓沃德华夏首席经济学家 称赞高格森公司业绩 责任感和前景 扎储亮 海底财经学院博士 科学院经济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认为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会力邀中国企业参与 王全国 华东师范大学金融研究所教授认为 中国企业去美国投资 不如直接收购优质公司 比如老牌建筑企业高格森 理查德·科腾 财宝杂志总编辑把高格森公司评为 美国最受雇主欢迎的公司 排第八位 雷鹏也没有闲着 他在看美国的财经新闻 关注高格森公司的股票 多日持续走高 以花街日报对高格森总裁的专访发表之日算起 这个公司股票从10.86美元 一股连续几天几度上涨3% 5.3% 8.2% 势头一天比一天高 纽约 巴黎和东京的媒体 在接受来自不同管道的公关费用后 争相评论说 华夏政府对高格森有强烈的购买意向 高格森股价大涨20%都是有可能的 陈曼君越看越喜不自胜 拿出一个新闻报道 有康托沃德公司在背后支持的 京都信用评级公司 也给高格森股票的资信分数提高两个档次 说他长期跟踪过高格森股票 经过分析 认为即使考虑美国经济下滑的因素 但美国基建设施过于老化 市场需求不可限量 同时由于华夏政府的强力注资 目前这家公司股票的价格被严重低估了 我下个月是不是可以到新加坡看房了 陈曼君太激动了 雷鹏感到局面可能拿捏不住 他把双手放在头上按摩头部 告诉陈曼君 不急 不急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